哈喽,欢迎来到Shirley房产好介绍 今天我们就来到了这一个公寓是全新山 也是全东南亚 是最高最高的公寓 这个公寓现在是有70楼 它是非常高 它是在全新山 也是可以讲说是顶级的一个公寓 保安方面来讲 它也是最好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公寓的外面 它这个公寓 它是有自己私人的private lift 它是有两个lift的 你一进到来 这一个就是你的家 然后这一个 如果是讲说你要做任何的装修 还是可能你要摆放任何的一些脚车 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个是自己属于自己私人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去到右边 它是一个emergency的一个门 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首先我们进到来这里 它是有给了这一个 就是我们的那个auto的那个digital的门 我们一开进去 今天我们来介绍这一间 它是2217sqft的 它是3加1房 然后4个厕所 进到来这里 它有一个很好是 它已经做了一个隐藏式的一个门 你一开到进去 这里它就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空间 可能如果是想说你要储存一些杂物的话 你可以把它当作杂物间在这里 然后来到这里 它就有一个厕所 公用的厕所 它也是做了一个隐藏的门 你一开进去 它就有自己的一个公用的厕所 所以它的这个设计是非常好的 它全部已经装修到美美的 你一大门一进来 它就做了这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设计在这里 我们首先进到来这里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地砖 它地砖来讲 它全部都是已经是用最大理石的地砖 全部都是美美的 来到这里 它就有做了一些厨 你可以摆试一些杂物之类的东西在这里 然后我们来到这里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厨房先 来到这里 它就有自己的这个bar table 它的设计非常好 是想有时候你要休闲的时候 你想要喝一些酒之类的话 你可以在这一个空间 然后它用的这个质量来讲 是非常顶级的一个质量的 然后来到这里 它是属于一个干厨房 然后它上面下面已经是做好了 如果是想说 有时候你要泡一个咖啡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个电磁炉 来煮一些热水之类的 来到这里 它的这个microwave 这个alvern 全部已经包括在这个买卖里面 大致上如果你买这一间屋子 你就带一个bag进来了 然后加上它有送了这一个冰箱 OK 四个门的冰箱全部送给你 全部也是好的 Itachi的那个牌子 来到这里 如果是想说你有煮饭的话 它也是有做了这一个门在这里 你可以把它关上来 你就不会怕那个油烟会跑出去外面 我们来到这个厨房 它这个厨房设计到非常好 它是设计到那种比较白色的一个风格的 然后它的这个煮菜的地方在这里 然后它有也是附送了这个cooker hood在这里 所以它上下的厨已经是做好了 加上它有做的这一个小小的一个island 是讲有时候你不要再改那个bar table 休闲的话 你可以改用在这一个地方 OK 比如说你要做一些蛋糕啊 还是做一些煮东西的一些东西 你可以在这里做 它是非常好的 OK 加上它有摆放了这一些 一些地方 你可以放你一些摆饰品在这里 来到这里呢 它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客房的一个厕所 OK 那么它的厕所是比刚才那一个厕所大了一点点 OK 所以来我们过后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一个 这一个空间来讲呢 它是做它的那个洗衣房啦 然后干涉的这个洗衣机的这一个东西呢 也是附送在这个买卖里面了 然后这一个屋子呢 它很好是它有很多窗口 好像现在这个时间 你不怕就是会很暗 这个空间 它有这个阳光照进来 然后来到这里呢 就是OK 我们一开门出去呢 如果是讲说你有order一些great food 还是一些food 一些可能送货的之类 他们都是走这一个后门的 他不会走到 刚才我们从那个大门进来的那一个地方 所以它这一个物质的设计是非常好 你感觉就是回家 就是非常有一个高档的一个身份这样子 OK 来到这里呢 它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 Living Hall OK 小小的一个空间 如果是讲说你有小孩子的话 你可以把它做成一个study area 都没有问题 同样的 它也有那个做了那个窗口 这样子它的那个阳光也是可以照射进来 不会感觉到整间加暗暗 加上它每一个房间的门 它用的这个门的那个质量是非常好的 就是solid的 OK 进到来这里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下第一个房间 OK 那么这个房间呢 它已经摆放好了 就是queen size的床啦 还有一些这个built-in的厨全部已经是做好了的 OK 它是非常好啦 你就完全全你不用做任何的装修啦 加上它这一个地上的这个flooring呢 已经做了这一个bini floor 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装修 全部已经是做好好了 来到这里呢 它也有自己的一个私人的厕所 OK 全部也是弄好给你了的 然后它的这一个砖呢 它是上到晚上去的 OK OK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主人房 OK 来到这个主人房呢 它这里有一个小小的这一个空间 如果是讲说你可能要放一些东西的话 你可以放在这个地方啦 还有多了一个空间 然后进到来主人房呢 它这个主人房呢 是属于会比较大的啦 然后它这一个物质呢 好在是什么 它每一片的窗口 都是非常大片的 是从地上上到去上面屋顶的 OK 它是整片玻璃的 OK 来到主人房的这一个厕所呢 它有自己的一个私人的一个button 加上它这个风景就是面向外面的 如果是讲你晚上回来的时候 你在这里泡个玉藻的话 是非常舒服的 然后来到看到这里呢 它的这一个洗手盆呢 它全部也是做了这一个大理石 你可以看它大理石 这一个砖是非常非常的厚 全部用的那个料是最好最顶级的 OK 一样的 它的那个那个砖全部也是上到 晚上去最上面了的 然后这里呢 是主人房的这一个厨啦 OK 它的设计呢 是全部是比较白色的风格啦 OK 全部它已经是做好了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下 就是主人房的这一个床 那么这个主人房呢 它是面向就是这一个外面 OK 它晚上的风景呢 是非常美的 OK 那一边呢 就是现在我们在建筑的那一个 RTS的那一个站 维修站在那一边 所以它这个风景是非常好的 加上这一间呢 它是在这一个44楼 OK 那么这一个就是主人房啦 OK 接下来呢 我们来去看看下就是客厅 OK 来到这里呢 它有做了一个 呃 我们吃饭的一个地方啦 OK 那么你来看看下 它这个这个饭座 它给的这个饭座的质量是最好的 就是用那种marver的 你可以看它的厚度 加上它这一个 如果你买这一间物质的话 所有这一个 呃 座纸啊 椅子都会包括在这里的 这个座纸是一个长方形的 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设计 就是它这里 你不怕小孩子会敲到 它有一个curve哦 OK 它已经弄好好了 所以它是 有六可以坐六个位置的一个 这个饭座啦 OK 来到这里呢 就是有另外一个房间 如果是讲说你家人 啊 家庭没有这么大的话 你可以像这个设计这样子 变成一个另外一个 living hall也是可以 还是可能你要把它变成房间 你可以放得到一个 就是queen size的床 是没有问题 因为它的空间是足够的 然后它也是做了自己一个 另外的一个那个 那个厨在这里啦 OK 然后来到这里呢 它有自己的一个 私人的一个厕所 然后它的 厕所同样的全部 是上到晚上去 它的砖 OK 然后这个房间呢 你也不用担心 怕那个阳光没有 它有自己的 那一个窗口在这里啦 OK 那么这个房间是很特别 因为它是整幅那一个 玻璃窗 OK 所以它是非常好的一个设计 然后它用的这一个 门的质量 全部是很好的 很solid的 来到这里呢 就是 这一个客厅 那么它这个客厅呢 它设计到会非常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设计 你看它用的这一片 也是大理石的那个 那个砖 全部已经是用整片做好了的 所以大致上你是完完全全 不用再去担心 哎呦你要讲去设计这一间物质 可是这一个物质来讲呢 你买了就是整个配套送完给你 架式也是送完给你 OK 沙发这些全部已经是做 弄好了给你了的 所以你就是拿一间衣服 进来就可以住了的 OK 来到这里呢 你看它这个窗口 你看它是从下面 直接上到玩具上面的 加上它这个风景是非常好 但这上如果你在新山来讲 你要买到一个 这样大户的窗口是很难找 只有在这个公寓是可以找得到 晚上来讲呢 你可以看这里的风景 它是非常美 金金色的 然后对面呢 就是新加坡的这一个 那个海了啦 OK 过后最后我们来看看下 就是另外一个阳台 来到这里呢 这个阳台呢 它有一个很特别的设计 就是如果是讲说 你要把它关上来的话 这个门 你就可以把它整幅 跟它关上来的 OK 然后它的这个阳台呢 好在是你不用担心 是讲下雨的时候 那个雨 雨水会喷进来 它已经是 做好这个空间 加上窗口 全部已经是做好了的 然后来到这里呢 如果是讲说 晚上的时候 你要看看下 你不要出去外面 喝个酒啊 还是喝个茶的话 你可以放下一些 坐纸在这里 然后看看下外面的风景 是非常好的 OK 最后呢 我们来总结下 这一间屋子呢 它是在全新山 是最高级的一个公寓 加上它是最高楼的 然后它保安是最好的 OK 那么这一个屋子呢 如果是讲说 你要包装修 或者是没有包装修的话 都可以做一个配套给你 然后这一间屋子呢 现在卖这个价钱呢 是从2.2个million起 OK 如果是讲说 你想预约看这一间屋子的话 你可以拨打以上的联系号码 谢谢 好 好 好 我来好 我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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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好 我跟你看 就是他 我来好 这个 我来好 好 我来好 这些屋子又来好 我来好 好 哦